工人在地面上抹上水泥 貼上磁磚 每一個角度都要平整 金融市政府推動汽油整瓶計畫 将分四个阶段 打造友善的徒步环境 目前我们工程的进度 正在进行一二期的部分 那一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蓝色 就是这个中一路郭门光航的正对面 那二期就是所谓的一一路一二路 那周边还有我们现在 很夯的这个基隆塔的周边 那预计这个工程 大概在今年的这个就会完成 那今年完成后 我们紧接着开始进入到第三期 那第三期就是所谓的人爱市场 到庙口周边 也是我们观光客游客 最喜欢来的地方 那接着在后年的部分 我们会进入到第四期 就是火车站南站 出来对面的部分 像是第一和第二阶段范围 且有改善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又干净的行走空间 而这样的改变 让市中心的商家很有感 因为之前的话就感觉起来 就是比较阴暗一点 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 那现在看起来就感觉好多了 这一条原本人走的就比较少 在这边都是走直的 那这边这样弄过之后 应该会吸引一些人潮过来 先淋淋破破烂 流浴破 这个比较好看的 有一些不平整的部分 高高低低的部分 我们这样整个把它拉顺平 一般民众来讲 还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民众 人以通行者来讲 戴德文二很顺畅的来经过这个路段 市政府公务处和都发处齐力合作 由都发处负责设计规划 公务处负责施工 像是校一路 棋楼重新打掉 再铺上新的磁砖 不但平整而且更明亮 前两年的部分 我们已经针对我们的 基隆塔周边的 包括中正路 包括新一到新六路这边 做了一部分的一个棋楼改善工程 那今年上半年 我们也针对一一路 一二路 来做一个棋楼改善的工程 那最近是在做我们 爱一路爱二路 还有我们的一个校一路 校二路周边的一个 棋楼改善的一个整瓶工程 那接下来 我们会针对火车站 南站的部分 做一个棋楼改善的整瓶 棋楼整瓶计划持续的推进中 政府为了降低对商家的影响 采取无缝接轨的施工法 尽量缩短工期 一般我们的工作天 大概是五至七天 那我们会尽量的把它 工期把它缩短 那民众受到的一个 一个交通不便的一个影响 受到最低 那施工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铺 铺设临时的一个交通通道 那民众可以通行 那尽量降低 商家跟民众通行的不方便 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做这个棋楼改善的工程 这个棋楼整瓶的部分 第一个它铺面可以完整 那也是新的铺面 那让整个街区的 不管是视觉上或是使用度上 在短期上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让市民朋友感受到说 如果要推动这个行人友善 有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 那我想这个是 也是我们基隆希望带给 不同大家来我们这边观光 不同意向一个很重要的施政政策 市府推动其有整瓶计划 先针对国门广场市中心 纳入改善范围 就是希望无论是市民或外地游客 来到基隆都能够畅行无阻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